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开始之前呢,还得先托付您,如果您要听着好啊,还请您一键三连长按点赞什么的,哎,您多支持一下,那今儿咱们继续聊这个光显寺大捷,昨天呢,咱们把这个光显寺之战的起因咱们聊了,对这个漠北蒙古的卡尔喀布啊,这准的韩国的人呢,可能有执念,历代大韩, 从这个卡尔当开始,一直到侧往阿拉布谈,再到卡尔当侧灵,一直就惦着人家这块土地,我听过其他人讲这段故事,有人哩哩啰啰的说了很多观点,这准卡尔人为何执念这块土地的原因,我也听过他们的书,我觉得说的也很有道理,不过呢,我认为什么这个准卡尔韩国现在的牧场啊,比较贫瘠,没有这个漠北蒙古的水草丰饶, 什么这个准卡尔韩国啊,和这卡尔喀蒙古的吐血涂寒呢,一直有世仇,说实话,这些啊,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到了大清朝这晚啊,这漠北蒙古,卡尔喀布,才真正是这蒙古一脉的正术,那有人就说了,这漠南蒙古不是吗? 这漠南啊,差点是了,怎么说呢?因为被这个清朝同化的太严重了,再者说了,哎,这卡尔丹侧灵他不傻,他知道现在啊,打漠南蒙古何其容易啊,那得先把漠北蒙古打下来作为根据地,让自己成为这蒙古一族的正术, 然后啊,才能号令天下继续去做他们蒙元帝国的梦,这次啊,他派小侧灵敦多布去攻打卡尔喀蒙古,倒不是啊,想能一下子拿下整个墨北草原,他是想啊,先把这个墨北草原这些蒙古人的精神领袖,折尊丹巴活佛,先绑架到墨西蒙古,也就是准干韩国,因为在蒙古草原上的普世价值啊,就是喇嘛教, 这牧民呢,都是虔诚的喇嘛教信徒,尤其啊,是这墨北蒙古,哎,卡尔喀布,吐谢图汉当年呢,就下达过政令,让所有的牧民必须全信喇嘛教,放弃自己本族的萨满教,经过这几百年的时代变迁呢,哎,那这墨北蒙古啊,对这个皇教的信仰就更虔诚了,这卡尔喀蒙古,在这主事的主教是谁啊,那就是折尔丹巴, 自折尔丹巴,一是元祭以后,二是转世灵同,这朝廷啊,非常重视,雍正皇帝,在原教区主教的身份以上,又给折尔丹巴呀,拔高了一级,圣旨中明确指出,自此以后,这折尔丹巴活佛呀,地位和张家活佛,达赖班禅是一样的, 正是因为准格尔韩国这些人知道这折尔丹巴在漠北蒙古牧民当中心目中的地位,所以呀,他们要抢先一步,先把这位二是转世灵同,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也就是说,这会儿呢,大韩格尔丹侧灵,他已经意识到了,这国土啊,好打,人心啊,难归,准格尔韩国的名将小侧灵敦多布带领了三万人,就杀到了卡尔喀蒙古,哎,第一站,先与这住房 清军打了一仗,赢了,然后啊,两家亲王,其中就包括这位俄夫侧灵,也派出兵来呀,抵抗那个准格尔韩国的骑兵,结果呀,也是纷纷失败,咱们聊到这儿啊,就得聊聊这位俄夫侧灵了,那咱们为什么要着重的聊聊这位俄夫侧灵呢,实际上啊,咱们现在聊的这些很多话题啊,不是我愿意讲的,哎,为什么呢,因为您像什么满族啊,蒙古族啊,以及咱们讲这个, 实权老人的时候,提到的什么苗族,枪族啊,这些个少数民族啊,都是咱们十六子其中之一,所以说针对这些民族的这些古代战争啊,讲起来呢,挺有意思,但实际上呢,都属于是过去的兄弟内斗,还好它是过去,我就这么摁着讲,还有黑粉骂街,直接就告诉我,人家民族事务办,或者是宗教办,告我去了,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称呼苗族人为苗族, 实际上呢,这不是我的称呼,我是延续了这个清代史书上的称呼,这么称呼啊,也就是想区别于现在的苗族同胞,再扯了,哎,书得多读一点,那会儿称呼的苗子,也不单止苗族一族,行了,咱们不嫌偏了,咱们继续聊这位俄夫测灵, 您瞧啊,这清朝人就是这规矩,永远跟皇室沾边的头衔啊,得放在前头,实际上呢,这俄夫测灵,最后是已经做到了亲王爵位,并且呀,还有这个单独的封号,叫超勇亲王,即便在光显寺大战以前,这俄夫测灵啊,也有郡王的头衔了, 那他怎么就成为了大清朝的俄夫,大清朝的亲王了呢?那咱们就得呀,从这个俄夫测灵的青年时代开始说起,有人说是少年时代啊,我跟您说的完全是错的,我给您说一个时间表,这俄夫测灵啊,全名叫布尔基基特测灵,这位测灵出生于1672年,墨北蒙古的卡尔喀布,真正的黄金家族,他是哪年从这个卡尔喀布来大清的呢? 是康熙三十一年,那一年啊,功力算是1692年,您算起吧,这会儿的测灵啊,二十整,所以说有人说他是少年来到京城啊,我不信,那这些博主为什么说测灵少年就来了京城呢?那是因为他来到京城之后,这皇上非常喜欢,康熙皇帝一看这小孩啊,白不净净的,干脆啊,内庭读书来吧,可是呢,我有些不信,二十岁的一个蒙古贵族的 孩子,那引到宫中去读书,啊,当然说了是和皇子们一起读书,我想啊,这都是后来这测灵啊,战功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后人呢,牵强附会的附和之言,说实话,这会儿的测灵啊,不但二十岁,而且已经结婚了,不但结婚了,很可能还有孩子了,哎,这些东西都放到一边啊,有一点是可以证明的, 这史书上写啊,这测灵长得确实是很标志,很好看,说这个王白西,威兹树精,不类蒙古士族,说这个测灵长得呀,白白胖胖的,哎,脸上啊,这胡子也很细,不像这蒙古人呢,都是一把大胡子,那说了半天,这测灵,为什么不在这卡尔卡蒙古待着,要跑到京城呢? 实际上是逃难,测灵的父亲叫丹京,他的母亲呢,叫格楚洛哈屯,您一听啊,人家有哈屯的封号,那必定是王妃,哎,这蒙古王妃啊,叫哈屯,到了清朝以后啊,您管他叫福尽,也没毛病,那这位哈屯呢,就是因为爷们死得早,所以说呀,这墨西蒙古准格尔人,那会儿啊,还是格尔丹时期呢,时常呢,就骚扰这卡尔卡蒙古,最后啊,这格楚洛哈屯呢,受不了了, 他带着自己两个儿子,就投靠了大清,来到了京城,这才有着康熙皇帝,一见这个蒙古小孩啊,就非常喜欢,留在宫中读书的故事,当然,虽然书是这么说,我还是不信,这怪事就来了,1706年,这会儿您算起吧,这测灵啊,那已经34岁了,不但娶了蒙古太太,还生了俩儿子,哎,可就在这会儿,这康熙皇帝倒决定赐婚了, 没听说过这么赐婚呢,哪儿都把自个儿的闺女赐给一个有婚史的蒙古贵族的,哎,这里边有事,有什么事,我也分析不清,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儿,这测灵属于啊,是在这个京城避难的阶段,他并没在这个卡尔卡蒙古,也可能啊,是康熙皇帝想把他的地位提高,然后啊,好回去笼络旧部,不但呢,把自己的闺女,六闺女,嫁给了这个测灵, 而且啊,还赐他辈子之绝,被指婚的这位公主啊,是何硕纯慧公主,这位公主啊,出生啊,并不是很高贵,她的母亲呢,就是宫中康熙皇帝的一位普通的嫔妃,这公主啊,被指婚给测灵之后,母以女贵,这位普通的嫔妃乌拉那拉氏,才被禁封为通嫔,也就是说,顾伦纯雀公主这位妈妈,在女儿出嫁以前呢,在宫里连主位都不是, 就是普通工人,这老娘娘致死啊,也就是个嫔妃,后来到了雍正年间,雍正皇帝又给加了一个封号,被尊为皇考通嫔,老娘娘活的时间可不短,到了乾隆九年的六月二十三日才轰事,享年八十有一, 咱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测灵的家事介绍的如此清楚呢?那是有这么一个小故事,说这准戈尔韩国呀,在河通坡大战以前呀,就曾经旅派使者到京城,这帮使者到京城不老实,不但经理翻院要兼六部九卿见皇上,而且还偷偷的就摸进了俄妇府,要说这俄妇测灵这会儿啊, 和这准戈尔人仇恨呢,正是最大的时候,首先说呢,往跟了倒,自个儿这娘仨,妈妈带着他和这兄弟呀,为什么跑到北京城来寄人篱下呢?那不就是因为你准戈尔攻打喀尔喀吗?其次呢,这康熙皇帝一次婚,这俄夫侧灵无奈,只能把前边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通通送到了喀尔喀蒙国,在那给建了府邸,让自己这一支的亲人呢,在那生活,那这是惹定的, 不管你现在的爵位是贝了贝子,还是亲王郡王,你的主要身份呢,就是俄妇,是皇上家姑爷,所以说在北京城没你的王府,你只有住在俄妇府,这俄妇府啊,说的是好听的,实际上这座府邸的真正名字呀,叫和朔纯雀公主府,不过呀,随着策领以后的战功啊,越来越高,尤其是光贤寺之战以后,雍正皇帝呢,就给纯雀公主, 加了封了,从原来的和朔纯雀公主啊,加封为顾伦纯雀公主,不过这会儿啊,可怜的公主,已经啊,亡顾红氏了,雍正皇帝就赐给这位公主,更牛的一个称号,就顾伦,长公主, 什么意思呢,就是朕的亲妹妹公主的意思,哎,公主都是朕的亲妹妹,但是这个公主不一样,得把这亲妹妹时不时的说出来,哎,您别乐,这在买人,尤其是皇族里边啊,这是个不成文的规矩,您看啊,这开头的封号,有的都很可乐,舅舅龙哥托,舅舅同国为, 称呼其他呀,什么廉亲王,李亲王,称呼这个印祥啊,单称呼一个王子,这些个叫法都说明啊,这皇上跟这位啊,他关系不一般, 这侧灵啊,把自个儿的前妄太太以及两个儿子送回卡尔卡蒙古时间不久, 正赶上,这整个二韩国东卿就把自己的儿子呀,和这位前太太呀,给挪走了, 到了现在呀,这年仨呀,一直生活在伊犁河谷,这准个二韩国的使臣呢, 见到这个侧灵之后,利而不贵,他们称呼侧灵啊,也不称呼俄夫,称呼侧灵为韩, 这明显有挑拨离间的意思,他们说这韩可知二子尚在伊犁河谷啊, 这准个二使者认为这侧灵啊,肯定得偷偷摸摸的见他们, 一旦见了呀,那就证明这侧灵啊,有爱惜自己两个幼子之心, 这会儿这准个二韩国的使者呀,再把这话软下来劝反侧灵, 谁知道啊,这准个二韩国使者来了之后一看呢, 这侧灵身边还挺弱呢,不但有自个儿的随从家将, 而且还有几位啊,这满清的大臣,侧灵听完他们的话之后啊, 很冷静的回答他,说我告诉你们,我只有两个儿子, 就是啊,这公主留下的两个儿子, 其他人皆非无子,哎,我再没别的儿子了, 这准个二人听闻之后啊,纷纷离去, 这件事情这侧灵还原原本本的禀报了皇上, 于是就更取得了皇上的信任, 所以这俄夫侧灵和其他的在京俄夫不一样, 不是干养起来养的白盘盘盘的, 让你啊,生老病死就在京城了, 雍正九年顺城郡王西宝, 出征北陆军呢,接替原来的北陆军总指挥富尔丹, 这雍正皇帝特意派着俄夫侧灵跟着西宝作为副将, 这侧灵啊,就以六百兵堆六千, 巨大兵力之巡殊, 击败过准战尔大将海伦曼基, 先是诱敌深入, 然后是分兵击破, 斩获敌军首领不说, 并且把这六千人呢,给打跑了, 皇上一高兴, 俄夫侧灵就此进封为亲王, 并且授予这侧灵啊, 卡尔喀大扎策的职务, 也就是啊, 这卡尔喀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那么这回小侧灵偷袭草原, 要直奔这个漠北蒙古啊, 捉拿折不尊丹巴活佛, 第一仗建下来啊, 这俄夫侧灵因为兵少吃了亏了, 他把自己身边的心腹谋士召集到一块儿啊, 准备开个会上了商量, 他对这些人说呀, 我准备单人独计的回北京去求援去, 你们在这儿支应支应, 侦查一下这准军的动向, 等我回来啊, 咱们翻回手来再抽他, 要不然人说啊, 这好汉子呀, 还得好人帮, 哎, 这皇上身边是太监, 这老爷身边啊, 是奴才, 一个好汉三个帮啊, 就是这意思, 这奴才就劝他说, 虽然您切而失陷, 可您的禁旅尚存, 如统帅诸部近立向敌, 劫其归路则一战可成功, 如单其归朝, 朝中人则以为您败走, 追究起来恐墨北诸部不复为王所有也, 哎, 您看人家这个谋臣说的对呀, 您现在的妻儿虽然被困伊犁河谷, 但是您的部队可还在, 咱们如果呀, 整齐了部队, 截杀住这群叛贼的归路, 一战成功之后啊, 以后怎么都是好的, 您还是咱们卡尔喀布的王, 如果您这会儿单其归去呀, 到北京城去搬兵, 这样朝廷很可能就认为, 您呐是在漠北败了才去的, 一旦这朝廷怀疑了您的能力, 那以后咱们这个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可就不是您喽, 听完谋师这些话呀, 这侧灵倒吸了一口冷气呀, 他琢磨, 真是这样啊, 看样子我还是不能着急回北京, 干脆我想想办法跟这群恶陆特人拼了吧, 这才引出这侧灵光险四驿战击杀小侧灵敦多布的一万, 蒙古骑兵,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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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